感谢神的带领 让我们大专组神训班 能够顺利的来进行 我们已经过了三分之二 下个星期就可以回家 看爸爸妈妈在忍耐一下 那我们这些信心学子 能够有三个星期的时间 到总会专心安静的 来追求属灵的装备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传道也很羡慕 但是师父看起来 我的年纪已经不允许 我再回到从前 所以你们应该要好好的把握 这个机会来充实自己 你们有无限的可能 有美好光明的前景 勇敢地向前奔跑 去迎接属于你们的 有价值的生活 今天晚上 传道跟大家来分享 互相免疫的题目 价值胜过珍珠 珍珠它的价格很高 但是不管它的价格多高 它总是有一个数字 那价值 价值是无法用数字来代表的 那今天我们就按着 真言最后一章 最后的一段话 我们来查考 为什么一个人 他的生命 的价值 可以胜过珍珠 到底他做了哪些事 让众人在评价他的时候 认为他的价值 胜过珍珠 我们一起来看 真言三十一章 真言三十一章 我们看第十节 真言三十一章第十节 财德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这里说的 谁的价值 能够胜过珍珠 而且是远胜过珍珠 就是一个财德的妇人 这是索罗门王 理想中的一个妻子 该有的形象 一个妻子在 丈夫的心中 她的评价 价值 胜过珍珠 那我们今天要从 属灵的角度来谈 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 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属灵的比喻上 我们都是基督的新娘 所以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妇人 我们应该扮演好一个角色 成为丈夫 心目中才德的妇人 那么她的价值 就可以远胜过珍珠 我们好好地扮演一个 属灵的心腹 让基督 我们的新郎 评价我们 我们的价值 胜过珍珠 这个财德的妇人 在十二章第四节真言 她提到 财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她让丈夫胎得起头来 那十四章的第一节说 财德的妇人 她建立家世 她把她的职责都尽了本分 把她扮演的角色非常称职 所以她给丈夫有尊容 她让全家人都得到很好的照顾 所以我们要追求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 基督眼中 财德的妇人 那财德这两个字 如果我们去查考 它原来的意思呢 应该是指着 是力量 或是财富 或是像一个军队一样的 整齐 有纪律 可以像精锐的部队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所以 其实她就是一个勇士 不过她就是 大能勇士的一个 阴性的版本 我们常常在讲 男人像一个大能的勇士 那就是阴性的版本 那财德的妇人 就是说 当这个财德 有力量的财富 或是像军队的 这个形容词 把它放在妇人的头上的时候 她其实就是扮演 像一个大能的勇士 像男生大能的勇士一样 不过 她却又带有阴柔的一面 有女性的光辉的一面 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 一种意涵在里头 那我们就不禁会想到一个话题 就是说 这个价值跟成功 因为大家都要追求真珠 代表财富 但是这个地方 财德也是财富 可是他讲的财富 不是这个世界的财富 他讲的不是可以看得到 摸得到 可以数 可以算的 那个有形的价钱 他讲的是一种 无限的可能的 一种价值 花朵有价钱 但如果是爱人送给我们的 他的价钱就变成价值 我们都是最善于创造 价钱 价格 成为价值的生物 因为神是给我们 有一种属灵的价值观 我们对意义跟价值有一套 有别于一般 世俗被造的生物的一种观点 那这就是神的形象 神的形象 他造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对意义 我们对价值有概念 而且我们想要去追求 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善用神 造给我们的 属于他的一种形象 把它应用在我们的信仰 在侍奉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他就变成是一种 以神的眼界来看价值的一种观点 所以 所罗门网他最后能够用这一段 才德的妇女来作为真言 这一本书的一个终结 似乎暗示着 从真言的第一章 一直到最后 他理想中的人生的格言 对于善恶分辨的标准 他的价值 会具体 具体而为地 放在这个才德的妇人身上 让他具体地表现出来 所以他也暗示着 我们今天要成为基督的心腹 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这个世界上的人 大部分都是在追求成功 成功要有条件 每一个人的立足点都不太一样 有人很会读书 上台大 有人不太会读书 他也是台大 是在台湾长大 一样的 但是他就是有读书的这种专长 过目不忘 一目二十行 人家是一目十行 他可以一目百行 然后过目就不忘 这样的人很容易成功 那虽然 我们不是上了台大 我们不过是平凡的 在台湾长大 我们跟所有的人 都有共同的立足点 我们都有共同平等的机会 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成功真的要有条件 除了要有条件 还有好的机会 但是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只要我们愿意 神都给我们平等的机会 只要在我们所 手上所做的工 我们用心努力去做 我们希望 我们相信 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 在神眼中 在人眼中 一个有价值的人 一个成功的人 可能意味着 他是一个侵略者 他是一个夺取者 他是一个战友者 他是一个在战场 在商场 在情场 他都是得胜的人 但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他可能意味着 他付出很多 内在活出 人该有的尊贵 他创造的 是不可数的价值 他常常着眼于 看到那个属灵的价值观 他会去追求 永恒性的东西 而不是眼目所及的 表象的价格 他会追求永恒的价值 可能他付出很多 他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他帮助了很多人 他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但他不见得 在一般世俗人眼中 是一个成功的人 但我们一定要强调 我们在世上 不一定是成功 但我们可以成为有价值的人 那我们就是在神眼中 一个成功的人 到底我们要扮演 一个世人眼中成功的人 还是在神眼中 看我们是一个有价值 是在属灵上面 是成功的人 我想我们今天 已经进到大学 我们应该要做决定 我们希望你今天晚上 你就要做决定 你今后要走的路 你的目标 你生活的方向 你生命的目标 是什么 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还是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 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个 有价值的人 爱因斯坦 我们大家都认识他 在书本上认识他 不是我们住在我们隔壁家的大叔 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但他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大家都认为他很成功 但是他说了一句名言 他说我们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那什么叫做成功 成功的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他拿了很多东西 他叫做成功 那什么叫做价值 就是他给这个世界很多东西 这个就是主义书的生命 主义书从天而降 他就是给这个世界 给这个世界 他把他的生命给这个世界 他本来是富足 但是他为我们成为贫穷 他到世上来的时候 他采取一个最低的知识 最低的姿态 他降生在木匠的家庭 在马巢里 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圣经说 没有家型美貌 让我们来羡慕他 很多人都希望成功 装扮自己 把眼睛割成双眼皮 去了一趟韩国 过了一个暑假 鼻子像希腊的塔 弄到最后可能 所有的五官 他当中已经动过手脚 韩国三星最多 泡菜最多 还有人工美女也是世界最多 看起来好像成功 这是外在 那一层皮扒掉以后 每一个人都是血肉模糊 所以当有一天 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 神要把我们外在的东西 通通扒掉 那个鳄语的T恤 你那个iPhone 11 Polo Max 还是Max Pro Polo Max 这个也是拿掉 是不是啊 我们那个地方夜市 有在卖那个休闲服 名牌中的名牌 那这个带子的口 他绣了一只汽鹅 汽鹅是名牌嘛 叼了一根烟斗 烟斗也是名牌 撑了一把雨伞 雨伞也是名牌 站在一只鳄鱼上面 鳄鱼也是名牌 四合一的名牌 就在这个带子的袖口上 一件多少 150块 要买的聚会以后来登记 四合一的名牌 你站在神面前 这一件衣服也是要脱掉 这一层皮要拔掉 满天星的手表要拿掉 一万多块 两万多块的手环 运动手环要拿掉 然后我们要问 你剩下多少 你剩下多少价钱 然后你有多少价值 当你一切都没有的时候 当你不再有任何的 价钱的时候 你还有价值吗 所以价值跟价钱 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在追求的成功 是价钱 但是这些有一天 是要扒掉的 那当我们赤裸裸地 站在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剩下多少的价值 所以奉献各位年轻人 我们要立志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们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成功可能意味着 在这个世界 他享用了很多的社会资源 他享用了很多国家的 他善用国家的机器 他夺取了很多人的利益 他打倒很多人 把很多人踏在他的脚下 站在人的肩膀上来出头天 叫做成功 可是他一点都不懂得回馈 如果是这样的成功 我们不要去追求这样的成功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 那我们继续看十一节 这个财德勒夫人 为什么在她的丈夫的评价里面 是价值胜过珍珠呢 因为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 必不缺乏利益 就是说她的丈夫 一想起她就很放心 所以她是让一个人 很能够放心的人 一个成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 会让我们很不放心 给我们很大压力 因为我们被她比下去了 所以成功的人在我们眼前 我们一点都不放心 因为她可能随时 把我们给超越了 她随时把我们压倒了 她随时胜过我们了 她随时把我们比下去了 但是这个财德的妇人 在她丈夫的心里 是让丈夫很放心的 是能够信靠她的 信赖 依靠信任她的 然后她不缺少利益 这个利益就是战利品 也就是说她好像是一个 有能力的大能的勇士 她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她是尽自己的本分 她都是取得一个最美好的状态 都是在她经营的事上 带给人 带给家人 带给她的丈夫 都是最美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好像在战争中 她夺取了很多的战利品一样 那我们继续看就知道说 她经营了哪些事情 那她的价值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没有损害 只有正面的利益 而且她是用一生去追求 她把她生命的全部都奉献了 给她的丈夫 在这个家庭里面 所以我们觉得 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教会 给主耶稣 我们见得每一个人都 能够成为专职的圣工人员 但我们一定要具有那种现身的心志 把我们一生 我们立志要为主所用 要为教会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她是用生命的全部 去拥抱一个信仰的理想 一个信仰的报复 这样的人真的是活得有价值 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 她真的让她的丈夫 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 是可以信任的 是让她的丈夫可以放心的 那她真的在丈夫的心目中 是评价是极高的 是无可取代的 她是超过一切的 所以二十九节 才德的女子很多 那唯独你超过一切 所以这个太太 在丈夫的心中是无与伦比 是不可替代的 是唯一的 可能有很多人 在属性的条件上 都不亚于这一位才德的妇人 但是在丈夫的心目中 她就是最能够让丈夫信任的 那么我们今天也成为 主耶稣所喜悦的 我们请看以赛亚书六十二章 我们你看以赛亚书六十二章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 我们请看第三节 六十二章第三节 以赛亚书第三节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 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免留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 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 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 因为耶和华喜悦你 你的地必归他 少年人怎样娶妇女 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 新郎怎样喜悦心妇 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这是指着以色列百姓在神的手中 时而复得神慈爱的应许 怜悯以色列百姓将来要让他们再重新复兴起来 要重新来连结一个属灵的关系 所以好像新郎喜悦心妇一样 我们应该要向被新郎喜悦的心妇 让我们的主来得到喜悦跟高兴 所以我们要追求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那我们回过头再来谈 这个妇人她到底有什么形象 她是怎么样来追求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到底她具备了什么样的特性 她有哪些表现 她有什么特性 我们去把它整理出来 我们来看一看 所谓的价值的代名词 就是说她到底是有什么条件 她要有什么表现 然后呢 让她的丈夫可以去认定 价值胜过珍珠 我们来谈几点 大家一起来追求 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我们一生的质质 第一 我们看十七节 能力 第一个是能力 能力是有价值的 十七节 她以能力束腰 使膀必有力 用她以能力来束腰 就是说她的腰是很有力量的 她用能力来装扮成一个仆人的样子 她所表现的都很有能力 力量 她的膀臂也很有力量 腰有力量 腰竖起来就有力量 膀臂操练之后呢 也是很有力量 这个有力量 她不是只有从属世的角度 属肉的角度来看 她的能力是多方面的 比如说十八节就讲到 她有多方面的能力 那我们从圣经来看 能力就是价值 从这个丈夫的眼中来看 这个妇人有能力 所以丈夫认为她是有价值的 我们来谈一谈圣经中的束腰 束腰就是能力的意涵 那怎么样来追求 我们能够有这个力量 有这个能力 好 我们请看 以福所书第六章 以福所书第六章 以福所书六章 我们请看十四节 以福所书六章十四节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静遮凶 这是全副武装 要敌对魔鬼的诡计的时候 全副武装当中的一个 这个战士 他纵使有很好的武器 有很精良的装备 但如果他的腰没有力量 他如果没有束起腰来 那他没有力量 他就无法拿着这么好的 精良的武器上战场去打仗 所以这些都是徒劳无功 这些都是变成没有意义 所以要操作武器 你要经营各样的事业 你要侍奉神 首先就是要有力量 能力 那我们今天敌对的对象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 我们征战的对象就是魔鬼 不是属血气的 所以我们当然不是拿着属世的武器 我们当然不是向那个馆长操练身体 但是今天有一个消息 这个馆长持了三颗子弹 还是倒地 鲜血直流 我们不是要去折损他什么 肌肉群很庞大 那个是属世的力量 那魔鬼不是要跟这样的人打仗 这样的人也不是魔鬼的对手 看不到的 属灵气的 不是你赤手空拳 不是你用枪毛可以抓到他的 所以他肯定就是一种属灵的力量 我们今天成为基督的心腹 就是要有属灵的力量 属灵力量要怎么样的获取呢 用真理当作带子 竖腰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这个腰一竖起来绑紧 那你要蹲下去 你要负重 举重就容易了 所以真理就是带子 竖起腰来 所以真理就是我们的力量 就是我们的权柄 那这个意思是说 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就好像是无形的属灵的征战 我们一定是要把真理放在我们前面 真理束在我们的腰 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力量 来敌对魔鬼 那就是说我们三个星期 一年三个星期 三年就是九周的时间 在这里学习圣经 我们这些讲员 都是一时之选 都是学有专精 他们每一年都是教同样的科目 所以非常熟练 那你们如果聚精会神 好好地学习 你们可以减少三十年的奋斗 因为这些传到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属灵功力 在几个小时当中就请郎相授 如果你们都能够照单全收 就能够很快学得 认知了很多的真理 这些是非常宝贵 这个是在世界 你去缴补习费都学不到的 但是我们的传道人 他们是请郎相授 那读圣经 圣经就是真理的基础 我们多多地读圣经 圣经熟了 很自然的 你胸有成主 你遇到任何的景况 马上那个道理 那个真理就跑出来 你落到一种情境底下的时候 圣经的话语就跑出来 魔鬼试探你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在你的口中 就脱口而出 你就可以去应对 怎么样去化解 破坏魔鬼的诡计 那今天这个世界 魔鬼也是一样的 在思想上 它让我们生发错误的想法 让我们产生 对圣经的误解 对神话语的权威性 打折扣 然后把那个绝对的 变成相对的 那我们可能就中计了 所以为什么要学习圣经 就是把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 你就有力量来站到战场上 就是一个得胜者 那属灵的征战得胜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所以有价值的人 他能够从真理来得到力量 来得到帮助 我们再来看 什么是我们的力量呢 再看彼得后书第一章 彼得后书第一章 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十三节 彼得后书一章的十三节 我们从十二节来讲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并且在你们已经有的真道上兼顾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 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 时常纪念这些事 这里彼得这位使徒 这位神的工人 他最后他说要离世以前 他应该要对教会的信徒所提说 激励的 他们原来已经有了这个心智 要再一次的来对他们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要让他们的心得到约束 让他们的心好像有树上这个腰带 能够被激发 所以他这个地方有提到 提醒 还有 激发 再来第十五节 纪念 这三个词都有他的意涵 提醒就是说 已经有了认知 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有健忘 或是一时舒服的时候 不认为这个道理很重要 但是透过我们今天在学习的时候 传道人在提醒 原来这个很重要 那回忆起 我们之前已经领受的道理 但是还要再一次的激发 激发就是给你力量 刺激你 就是鼓励你 让你有很坚强的心智 愿意去把 你已经被再提醒起来的那个真理 再把它用在你的生活中 然后也进一步的时长纪念 时长纪念的意思 他就是说 你不再忘记了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 是时长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经历 你参加聚会的时候 参加神训班也好 总是有这么多人在提醒你 在祷告的时候 神的灵也会激发你 然后让你永不忘记 常常记住 所以那个纪念就常常想起 常常都能够被这个圣灵的力量 给激发了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除了我们自己装备的真理以外 那我们常常都有被提醒 也被激发 我们也能够时长纪念 那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在右边的彼得前书第五章 我们看第五节 彼得前书五章第五节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树腰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身高 这个身高就是有尊贵了 但是在尊贵之前 尊荣之前 一定是先谦卑 当我们服到地 再不能低一下的时候 但时候一到 主就必叫我们身高 那这个身高是从哪里来的 是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谦卑的人 他能够从神那里来得到恩典 得到神的帮助 那他就有力量 就是说用谦卑来树腰的意思 就是说要有谦卑的心智来要求自己 树腰就是要约束自己 把自己的腰绑得很紧 你才有力量 用什么来绑呢 除了真理 再来就是谦卑 有谦卑的态度 你才能够从神那里来得到帮助 那如果不是谦卑 自以为力量很强大 这个自大自傲的人 神就阻挡他 神与他作对 所以他就会变成毫无招架之力 但相反的 如果是以谦卑来树腰的人 他能够从神那里来得到帮助 他能够活出自己 能够把各样样的事情 都做得到位 能够尽本分 能够符合主所喜悦的 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谦卑才会得到神的帮助 才有从神来的能力力量 那谦卑不是只有一种外在的态度 很多人都误写了 谦卑 谦卑就是说 说话以前就是要手搓一搓 摩拳擦肿 先吸三口气 好像很谦卑 说话很小声 那到教会来 什么事情都不要插手 什么事情都不要插手 那个教务负责人 要跟你安排教会圣工的时候 不要不要不要 要谦卑 不要出名 那个名字不要安排在那个 安排表上面 不要不要不要 谦卑 那个传道要找你讲话 请你担任什么工作 刚刚跑掉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出风头 很多人说我们要谦卑 结果他什么事情都不承担 不是的 谦卑不是什么事情都不承担 谦卑反而是任何事情他都应该要承担 你看主耶稣他从天而降 他虚极 他把自己原来有的权力都放掉 尊荣都放下 然后把自己采取一个最低的姿态 但是他担当了所有他应该担当的 所以很多时候是真正有勇敢承担的人 才表现出那一种谦卑为主所用 要成为主仆人的那种心智 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了 有很多人虽然他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他还是很谦卑 那很多人什么事情都不做 却是非常的自大 所以谦卑跟做多少事情没有关系 跟说话大声小声没有关系 跟态度是不是委婉 没有关系 那个不是绝对性 那是一个相对的表达 那是一个外在的表达 它是一个末端的表达 但是内在是要有一种谦卑的态度 可是真正要学习谦卑 基督徒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做榜样 所以当我们读了福利比书的第二章里面 那一段话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觉得 我们自己真的还不够谦卑 我们可以更加的谦卑 我们来看福利比书第二章 有一个完全的楷模 一个完全的形象 给我们对比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里 福利比书的第二章 第五节 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七节 反倒虚极 虚极就把自己倒空 他本来是满满的 但是他把自己倒空 为了要采取一个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他才能够来到这个世上 定在十架 流血会痛 痛到死 然后付出生命 但是他有权柄把生命放掉 也有权柄把生命拿回来 所以主义书他真的是一个谦卑的 最完全的一个典范 然后我们看到主义书他这样完全的典范 对比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谦卑 有很多人吃在念佛 修心养性 但是可能他内心里头 比任何人都更加的骄傲 你有没有看过 以前有人捧了一百万 要给这个教主 他眼睛都闭起来的 法师这个人两百万 两百万眼睛在张开 一百万不张开的 他眼睛闭起来不知道在想什么 人站在他前面 他也不看 然后他就修心养性 我们要谦卑 我比世人都谦卑 你们都不懂谦卑 你们都不懂修心养性 你们都杀生 只有我 没有杀生 我修心养性 其实他比任何人都骄傲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一个完全的典范 给他比照 所以基督徒的谦卑 不是装模作样的 基督徒的谦卑不是说 像读英文这样读 去学习来的 是因为有一个完全的典范 给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根本骄傲不起来 所以跟主人书比对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骄傲的本钱呢 我们有什么骄傲的条件呢 没有 所以谦卑是基督徒信仰的概念之一 如果把谦卑当成是一种修心养性 是一种态度 那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 因为很多人都是用相对的标准来看 我比他好 所以我就不见得 我能够怎么样来谦卑 我比他好 明明都比他好 还是当主义书这个完全的典范给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一点都骄傲不起来 而且我们应该比现在更加谦卑 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帽子 有没有 放在那个头上 好像那个水饺皮 有没有 那个不是水饺皮 那就叫谦卑帽 为什么叫谦卑帽 就是不管你的身高有多高 在你的头顶永远有一个东西比你更高 所以它是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神 神永远在我头顶之上 不管我的知识多高 我的身高有多高 我的地位有多高 或是我的血压有升到多高 我的血糖有多高 当然这是不足以夸什么口的 但是在我之上 永远有一个超越者 所以 为什么要一直顶着那个水饺皮 不是水饺皮 那个谦卑帽 说了说了到最后 就真的变成水饺皮了 那就是说一个概念 神在我之上 所以各位 你要真的谦卑 就是看看绝书的榜样 那么高 得到这么低 充满万有 把自己缩小 把自己缩小 进到 它根本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概念 它就是我们的信仰 你没有把谦卑当成一种信仰 你无法达到这样的境地 我们看了这段经文 给我们得到帮助 谦卑的人 他的力量 是绝书 赐给他的 神赐恩给 谦卑的人 这是第一个 能力 我们就讲 真理跟谦卑 我们再看 看回来 真言三十一章 讲什么呢 第二个 我们再讲一个 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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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认真 他不是做坏事的认真 我们看那个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 看回来十三节 他寻找羊荣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他亲力亲为 真言三十一章 方便来看 十三节 然后看十五节 十五节 他味道黎明 他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十七节 十八节 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 他的灯中叶不灭 他手拿 碾线干 手把 仿线车 很认真 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 味道黎明就起来 然后呢 三更灯火五更机 灯中叶不灭 他是一个老板娘 但是他还是 势必公亲 亲力亲为 很认真地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他用心去寻找 他甘心做工 他对这个工作 他很乐意地 很喜悦地 很高兴地去做 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 让他喜乐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很认真 他寻找材料 他亲手去做 然后他用很好的技巧 要仿线的技巧也好 他的精神是黎明即起 而且中叶 灯都不灭 所以你这样的人 站在我们眼前 他怎么做 什么事情都很认真 认真其实就是一种价值 特别是他扮演一个家庭主妇 他扮演一个老板娘 或是他扮演一种 扮演一个团队去工作的时候的 这个工头 他把这个角色扮演得很好 因为他很认真 很认真的人 在世上经营事业 他不见得会很快成功 但是他一生做一件事情 他一生就做他丈夫的帮助 他就达成了他成为 一个丈夫好帮助的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去想 如果我们跟从主 一辈子都不改变 我们一生做一件事情 那一件事情一定会成就 那件事情一定很有价值 那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事情 值得我们用生命的全部 用我们一生之久 去拥抱他 去拥有他 去实践他呢 传道觉得 就是爱主 我们只能够选择爱主 或是更爱主 我们只能够选择这样 这是最有意义的 最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在家里 尽他的职守 尽他的本分 这个角色扮演得很好 因为他很认真 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喜乐 所以他有动力 他给人看到的 就是非常合宜的一种角色的扮演 我们盼望说 将来你选择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们在教会里面 不管你担任什么工作 你是教员 中文教育教员 你就认真的 把他扮演好角色 你私情 你就好好的私情 不要弹得荒腔走掉 不要弹得指挥一个拍子 你一个拍子 惠中又一个拍子 能够搭配 你不要看那个私情 你看那个大卫弹琴 那个恶魔的脸会跑开 为什么 因为大卫有神跟他同在 神跟他同在 所以他有权柄 他有属灵的能力 他弹那个赞美神的诗歌 赞美神的诗歌 一弹的时候 神就与他同在 神的灵就显出权柄 恶魔就跑开了 不是他弹得很难听 连魔鬼都受不了 赶快跑开 不是这样的好不好 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弹琴 不要小看私情 私情 会有神的力量在当中 灵师也是一样 你不要看那个手乱笔 不是 一带动的时候 统一全部的速度 跟拍子 然后连这个事情 都大家一起配合 这一场的送战 达到神面前 好好的扮演 领师的角色 宗教教育的教员 就认真的做 是不是啊 你们现在大部分 都是宗教教育教员 有没有认真做啊 有哦 有点头 你代表 你第一排第一个 点头 我相信 大家都很认真做 如果还不够认真的 回去好好想想看 我没有真的很认真 当宗教教育的教员 如果你真的很认真 你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你在整个宗教教育系里面 在我们教育股里面 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在我们的教会 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好了 不管你做什么事 认真 认真就带来活力 然后每一件事情 都很高兴地去完成 那你是不是很喜乐啊 对啊 然后恩赐就越来越增长 有的还要再加给他 没有的就是不用的 把他隐藏起来的 连他一点点有的 那主书肯定就把他拿走了 反正你不用嘛 所以认真 也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 有价值的人 好 那我们最后再谈一点 时间关系我们再谈一点 什么是有价值呢 我就谈智慧 哦 智慧很难得 很多人有很高的IQ 就是很聪明 聪明会让你成功 但是如果你有智慧 会让你成为一个 有价值的人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 有价值的人 要追求智慧 但是这个智慧 不是属世的智慧 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 这个智慧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用 这一段经文来看的话呢 哇 这个才德的妇人 真的很有智慧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 他说话很有智慧 你看二十六节 他开口就发智慧 他的言语带着智慧 能够表明神的话语 所以这个仁慈的法则 在他舌上 他就能够开口发智慧 因为他敬畏神 心中有真理 所以口中就有智慧 然后他行事 做事 经营事业 很有智慧 他能够按时分量 他能够把当做的工作 分派给他的仆人 时间掌握得很好 是才是用 各尽其才 事事有人做 人人有事做 而且都在他的掌握当中 所以他经营 他很精明地 去理财 去善用 田地 把他买来以后 他加以栽种葡萄园 让他能够生财 哇 你看各方面 有见识 又有精明 又能够有预先的眼光 前瞻 所以他全家人 你看看 21节 他不因下雪 为家里的人担心 因为下雪以前 他已经为家人 准备好衣服了 因为全家都穿着 珠红衣服 取暖的衣服 所以他有前瞻的观念 哇 这些都是智慧 就像主义书所说的 比喻里面的 那个 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一样 智慧就是有价值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智慧呢 我们看三十节 三十节 燕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人 必得称赞 所以他的智慧 也因为是 他跟神建立的一种 恒常性的关系 他对神产生敬畏 敬畏就是 真言里面讲的 非常重要的概念 敬畏耶和华 就是智慧的开端 真言九章的第十节 我们都很熟的 看一下 真言九章第十节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辨识聪明 所以 这个地方所告诉我们的说 这个智慧怎么样来获取呢 当然我们要求 雅各书里面说的 我们缺少智慧 我们要求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处事的态度 处事的态度 如果是用敬畏神的态度的话 那就是智慧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凡事都是站在 敬畏神的一个位置上 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去说每一句话 你总是能够在智慧里面 你总是能够以智慧来表达 所以不管将来你的前途 你可能要选说 我要不要上研究所 我要选这个工作 我是不是要去应征这个工作 我是不是要选择什么工作 那我选择的对象 甚至我将来可能住什么地方 假如你很多选择 都是从敬畏神的立足点出发 主耶稣会给你智慧 去选择你该有的 那你就走在神的路上 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一直走在神的路上 走在神的路上 就是一个蒙福的途径 走在神的路上 一定会有好运 一定会有福气 一定蒙神赐福 所以你常常在想说 我怎么样来 将来我的生活如何呢 我怎么样才能够 获得一个丰富的 一种生命的内涵呢 你只要去想一件事情就好了 敬畏神 如果你是用敬畏神 你选结婚的对象 你就会选择在主内联婚 你就会在主面前结婚 你的婚姻就蒙福 因为你敬畏神 敬畏神就是智慧 你用智慧来选择结婚的对象 你用这个智慧来经营你的婚姻 那一定会幸福 你选择工作职业也一样 我敬畏神 我们有一个弟兄 徐立高 很有才能 他去应征一个工作 那个老板很赏识他 所以来不到几天就带他出场 带什么出场 去应酬 要见识那些大老板 百亿身家的大老板 为什么 因为栽培他希望他能够很短时间成为一个中阶主管 看好他 要培养他 那第一次到那个应酬的地方 这个老板说来 喝酒 我们这个地方说对不起 我不喝酒 为什么不喝酒 我老板呢 叫你喝酒 你喝酒 你不喝酒 你这个大老板 你要跟他建立好关系 酬酒杯 酬酒杯才有行李才有订单 你会不会得罪人 他说我不喝酒 你为什么不喝酒 你不生酒力是不是 我没有试过 我不知道我的酒力如何 但是我知道我要敬畏神 敬畏神 你拜什么神 我是基督徒 基督徒 人家我们公司里面有很多基督徒 也都喝酒 你那个教会的 真耶稣教会的 哪有真耶稣教会的不能喝酒 对啊 就不喝酒 你不喝酒怎么办 不交易应酬 你这个大老板你不认识 你将来怎么样拿订单 他说我就是不喝酒 你没有前途 没有关系 我敬畏神 你看我价钱多少 价钱是老板订的 是不是 那他的意思是说 我要活在神面前有价值 价值是我自己追求 价钱是老板订的 但价值是我追求的 这个老板生气 但是回去以后想一想 这个年轻人 硬是咬的 为什么这样讲 太好了 这个年轻人对他的信仰这么忠心 他将来对我们公司一定很忠心 这个非常有原则的人 实在是我错怪他了 我不应该这样 以后出去的时候 人家要敬酒 那个老板都听到说 我们这个不喝酒 不喝酒怎么做生意 这个人忠于他的信仰 忠于他所拜的神 一定对我们公司很忠心 我信任他 所以可以豁免 不用喝酒 不用喝酒怎么升官呢 他另外带一个专门喝酒的 所以另外 当那个年轻人都升官 官的基础都一直升起来 官的基础一直升起来 GOT GPT一直升起来 我们这个弟兄呢 就干就好好的 然后就 让这个董事长很赏识 敬畏神 你就是采取的一个最好的途径 好不好 敬畏神 就智慧 好 这样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们最后再看三十一章 那他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人 到底他怎么样呢 他一直都付出 都是给人 然后他扮演的很好的形象 那最后怎么样呢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 这是祝福 也是称赞他 祝福他 他能够去享受操作所得的 因为他走在神的路上 所以他所做的都蒙省赐福 所以当然他的报产很大 而且是他该得的 你看看 为什么特别提到说在城门口 城门口是一个审判的地方 以色列百姓进出城门口的时候 百姓之间有民事的纠纷 一定到那个地方去 做一个判断 所以做官都在那里 那在城门口那个要判断众人的事情的地方 让他得到尊荣 就是说他得到一个公益的报产 他所做的是得到众人的认同认定 是经得起考验的 所以在城门口在审判的地方 给他该得的 那用我们的话来讲 他得到公益的冠冕 他得到一种永恒的属灵的价值 有公益的官门为这样的人来存留的 你看25节 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 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为什么会喜笑 因为他有永恒的盼望 他的眼光指向永恒的价值跟希望 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他所做的在神的手中 所以他有一种永恒的希望 好了 人生很快就过去 成到今年60岁 我怕你们猜我80岁 所以我赶快讲60岁 60年前没有我 60年后也不会有我了 如果有的话是120岁 如果有的话是120岁 60岁头发就白这样了 那120岁岂不是变成怪物了 我不要 我没有求主要是给我活到120岁 很多人说要吃百日 结果年纪还不到120 但是体重已经到120公斤 要活到120岁不容易 60年前没有我 60年后也没有我 人生就这样 人生就这样 所以不要一直 一昧地去追求 属世的成功 成功可能意味着 你打倒很多人 你把很多人踩在脚下 你享用了很多的社会资源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在神眼中有价值的人 好 财德德夫人 是我们的目标 一起来追求 我们来唱诗 四百四十二首 榨栽 Pra 香茸